嗨 我可以在錄嗎 大家好 接下來為各位報告的是 百善效維線 鳳梨酵素應用魚鮮材飼料添加物資可行性探訪 我是吳國一 我的主人是林育韓 我們的研究動機是 在本學期專題分組中的一位主人 陳雲高二十在小豬館 嘗試使用鳳梨酵素發酵過程中所產生之氣體 取代水草培養的熱氧化碳 而在全國高職學生104學年度專題組比賽中 台南海市也以水草呼吸器 自製二氧化碳打氣瓶獲得第一名 所以水果酵素發酵過程所產生的氣體取代二氧化碳 也獲得重複成果 所以我們就想到 鳳梨酵素是否可以用在水產資料上呢 鳳梨酵素主要的成分有蛋白米 且還有磷酸酶過氧化米 糖蛋白 碳水化物的成分 在歐美國家是非常流行的保健食品 鳳梨酵素具有抗發炎 增加免疫力及溶解血栓等三大功效 不用鳳梨酵素的緩解酸痛 促進血液循環 預防心血管疾病 預防中風癌症 防護頭腦 防止好人痴呆症的發生 及增加抗發炎 鳳梨酵素具有類似木瓜酵素 胃蛋白米酵素等功能 可以分解蛋白質 並且幫助消化 促進食慾 再半後使用對食保健最有注意 鳳梨酵素在續產上的運用 若農會將鳳梨酵素 應用於降低生乳體細胞素 防止乳腺瘍 減少病乳量的損失 增加生乳的股脂 達到提升生乳等級的目的 鳳梨在台灣是主要的經濟作物之一 因為鳳梨適合在台灣的氣候生長 在各地農會的補導下產生發生 多用於食用乳加工時製成罐頭外銷 我們的實驗步驟 是將黑糖火皮水 以1比3比10的重量乳去調裂 這是我們製作過濾鳳梨酵素原液的流程 我們的實驗乳種為胡瓜乳 體長4到7公分 實驗分三組 A組三重複 共90隻 每日投胃的量 魚體重了5% 每中測量體長體重並且調整投胃量 這是我們實驗結束後所進行的魚體解剖 結果魚討論 我們發現魚的體重變化是A組來的好 而A組我們僅投胃一般的商業飼料 魚的體長變化是A組來的好 而飼料長環率則是C組最高 C組我們是飼料加10%的縫離酵素 存活率也是C組為最高 討論 C組的飼料長環率存活率和存活都比AB組來的好 但B組的增長及飼料長環率皆不如AZ組 因此酵素的添加量可能對魚類成長有影響 若在提高酵素的添加量是否有更好的效果還有在看 本次實驗結束後 各組接錯樣三尾魚進行解剖 發現C組的飼料脂肪層明顯的比B組少 其造成脂肪層減少原因還有在研究 為什麼C組的脂肪看起來會比較少 以及B組的飼料長環率以及增長 增長率在30%為最長 這些都還有在研究與討論 根據高20在水族館中的經驗 曾發現觀賞魚在養殖一段時間死亡後 經常發現有脂肪肝的現象 因此若在觀賞魚飼料中添加鳳梨酵素 是否會減少脂肪肝的發生機率 甚至提高觀賞魚的存活率 這些都是相當值得在深入研究與探討 本次時間日僅以鳳梨酵素為時間酵素 其餘之水果酵素是否相同之下 都尚有研究的價值 謝謝各位的評論 謝謝你